我还发现一点蔡老师 你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习惯 当你说得特别尽兴的时候 你会快走两步走到舞台前面 你知道在透视上有个原理 就是近大远小吗 你考虑过当你站到前面的时候 小萨的感受吗 每当这个时候 我发现她第一次试图去阻止你 后来发现好像不太成功 后来就默默地等着你回来 因为因为我这个年龄 我跟不上她的脚 我不是阻止 你看你看 很帅 但是我从一些什么叫微表情 微行为专家那边听到一种结论 就是当一个人 他比较习惯性不停地冲出去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勇敢很果断的人 但是同时 他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 他可能没有那么在乎身边人的看法 人活在这个世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 无论是艺术家也好 还是各行各业的朋友也好 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一定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要真实的 理性的 非常之清晰的来判断 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我到今天经历那么多的舞台 经历那么多的事情 无论别人怎样来评说我 我坚信自己是美好的人 当我听到别人把我说成不美好的时候 我更要顽强的来坚信 守护住自己内心的这份美好 这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永远不会为了来吸引某一代人 或者来要魅俗某一代人 或者说一定要让你对我怎么样 我来放掉自我的那份 对艺术的尊严和热爱 那是永远不会的